过年回家一定要记住 饭有三不吃 亲友三不走 邻友三不比 饭有三不吃 一 无聊攀比的同学聚会 不要去吃 同学之间联络感情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很多感情在攀比中就变了味 与其和一群口是心非的人 寒暄攀比 不如抽出点时间 多配为家人 二 虚情假意的应酬 不去吃 那些在酒桌上交换过名片的人 最后都成了你躺在微信列表里的僵尸好友 虚情假意的应酬 不要去 无意义的酒局 纯粹就是一场内耗 热闹的假象会给人幻觉 以为自己人脉甚广 生活蒸蒸日上 其实那只是由沙子堆砌成的城堡 风一吹就散了 三 圈层不同的饭局不去吃 圈层不同 不必强容 如果你们的认知水平和实力不在一个范围 勉强凑在一起 只会显得尴尬 不管你结识多少大老牛人 如果你自己的能力不够 不能够与其比肩 那么人脉等于虚无 与其垫着脚去购别人的世界 不如专心经营自己的圈子 实力上去了 更好的圈子自然会向你敞开大门 亲友三不走 闲凭爱富的亲戚不去走 你高鹏满座迎来送往时 锦上添花的人最多 身处低谷时 无视轻慢不雪上加霜的人也不少见 但是亲人间的败高踩低 更令人心生寒凉 虽说血浓于水 可亲情也需要真心去维护 在你有难处时落井下石 风向一转 便换了一副面孔的人 趁早远离 二 有来无往的亲戚不去走 有人说 亲人之间最令人寒心的关系 是你拿他当亲人 他拿你当外人 你为他付出 他对你算计 有来无往的亲戚 不过是打着亲戚的幌子 变相的在占你便宜 不懂感恩的人 必须离去 自私自利的人 趁早离开 真正的亲人 不是由血缘决定的 而是在于他是否将你放在心上 懂得以心换心 有来有往 三 品行不端的亲戚 不去走 可能每个人身边都有这么一两个亲戚 好吃懒做不说 还有无良无德 不良嗜好缠身 整日不思上进 靠着亲友的接济过活 你顾念情分帮他一把 他却毫无下限的变相索取 这样的亲戚 最好别走 三 零有三不比 一 不比财富 过年回家 不乏一锦还乡的人 很多人羡慕别人有好工作 光鲜的生活 羡慕可以催生我们进步的动力 但是攀比会令生活如临深渊 邻里之间切记攀比 富人有富人的烦恼 穷人有穷人的安然 别人的生活看看就好 最终还是要回来 登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不必仰望他人 懂得知足的人才能常乐 二 不比后代 很多时候 我们在别人家孩子的阴影中长大 长大之后 又让自己的孩子 活成了小时候的我们 你看看 隔壁家的小明 年年考试得第一 你看看 隔壁家的小鱼 钢琴弹得多好 不像你 这本身就是一种 错误的延续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盲目攀比 不仅打击了孩子的自信 更折损了亲子之间的情分 聪明也好 愚钝也罢 一生平安顺遂 就是最大的福气 三 不必排场 过年返乡 很多人讲究排场 回老家 车 必须是豪车 穿戴 也必须是名牌 为了证明自己混得好 很多人选择了 用场面来撑脸面 甚至打肿脸充胖子 用自欺欺人的方式 来得到尊重和认可 殊不知 这种虚张声势 其实就是内心虚弱的表现 与其用外在的形式 来包装自己 不如默默成长 充实内心 你要相信 再大的排场 永远抵不过内心的充实 新的一年 愿你学会专注持重 愿你身边留下的人 都是真心对你的人